7月2日遭中国海警船扣押的澎湖大静满88号四名船员 昨日上午11时获得释放 由有船大静满96号驶入中国福建泉州围头港载回 今日凌晨1时42分反抵澎湖海巡队马攻队部码头 一度造成两岸渔业犬紧张的大静满88号 中国以非法裁补水产品为由扣留人船 澎湖各界迅速投入援救行列 由武党籍团结联盟主席前立委林炳坤领军 澎湖海峡两岸交流协会理事长陈双全 国民党籍议长陈玉仁 国民党籍议员吴正杰 武党籍前马攻市长叶竹林等人都加入营救行列 这次我们是先透过整个的跟大陆台办的联络 跟民间的友人 我们也透过这些关系得到他们的认可 所以说这次先目前先放四个船员 让他们先回来 因为船员是听从船长的指示办理 所以说他们目前会对船长进行相关的 目前是不是有违法有回归的部分 做进一步的探讨 因为他们四个人比较没有这些相关的责任 所以说让他们先行回来 我们今天透过整个手续领取这四位船员 然后透过他们用小船接驳到公海 让大进满96号接上船长 此行算是一切严满 我们也继续在争取 是不是船长跟我们的大进满88号 可以尽早尽快的可以回来 我们才能完全落幕 经过协调结果 中国昨日同意释放四名船员 但船长及渔船以司法程序尚未完成 仍持续扣押 由有船大进满96号前往接回 陈双全及船东许国文担任一日飞人 昨日在中国围头港见证船员交接 近日凌晨协同丁信船员女儿 又现身海拔码头迎接船员归来 至于后续船长及渔船营救问题 陈双全表示 仍有一些细节需要厘清 中国以澎湖渔船使用网目过系 非法裁补水产品为由 进行司法调查 但都是台湾合法使用网具 同时遭扣留地点是澎湖传统渔场 因此极力与中国方面争取 采取单纯的行政法 缴交罚还为主 不要行事起诉 尽速将人船释回 记者 陈荣郁报道